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颜值高才华骚的不正经小说家 很高兴要跟大家见面了 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咱们今天的主题 上期视频中我们讲了 玄化小说十大金手指的后五名 新来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结束后 点开主页观看 本期视频咱们继续讲另外五名 第五名太极魂石 太极魂石是张三丰 意界由衷的金手指 在小说中 太极魂石本来是原始天尊的法宝 因为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 掉落在人间 后来主角张三丰炼成神功 将太极魂石激活后 被原始天尊 带到了身边受为弟子 还附带送了他佛祖金脸 和浩天神剑 相当于买一送二来 第四名流星类 流星类是星辰变中的金手指 在小说中 流星类是生命神王死后 化成的灵魂本源能量 这里面蕴含着神王 对空间和时间法则的理解 除此之外 流星类还有很强大的治疗功能 不管受了再大的伤都能恢复 而且也正是因为有了流星类 秦宇后来才遇见了女主江丽 第三名 天逆珠 天逆珠是天逆中的金手指 在小说中 天逆珠有一个梦境空间 空间内的时间流速 以外界漫上十倍 也就是说 里面修炼十年 外面正常的世界才过去一年 而且天逆珠还能储存灵魂 王林曾经就把妻子和孩子的灵魂 放在天逆珠中 然后再想办法复活 第二名 掌天平 掌天平是《凡人修仙传》中的金手指 在小说中 掌天平可以无智法则 直接将灵药催熟 这个功能在小说前期 给主角韩利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 除此之外 掌天平还能辅助修炼 还有恢复的效果 马良还做了仿制品来疗伤 而且掌天平还能用来制作参天造化路 第一名 时空扭曲 时空扭曲是仙魔变中的金手指 在小说中 主角灵溪穿越到陆林阵后 获得的穿越者特殊福利 这个技能甚至用无敌来形容也不为过 主角可以将时空扭曲十分钟 每天都能用一次 后来当主角修为提升后 还能将这十分钟展开来用 只要使用的总时间在十分钟以内就可以了 本期玄坏小说十大金手指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视频咱们讲兜破苍穹十大天赋吧 小伙伴们有什么想看的排行吧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高的将会在视频中出现哦